下一個就是也是跟勞基法有關的 還蠻巧的 我也是做勞基法相關 那我要做專案式勞基法的談事 我之前曾經做過勞基法計算機 然後這次在修法以前 就比較容易修勞基法跟兩地的狀況 然後讓大家知道這些修法的方向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其實勞基法有非常多的議題需要去做 那假如說我今天想要再做一個不一樣的議題 比如說我想要有一個APP 可以讓你輸入你的生日到值日 然後就可以跟你講說依照你這個條件 然後你的一些勞職 就是跟勞動相關的選擬是如何 那假如說我要做這個時候 我就會很快發現到 其實不管是做一粒秀的APP 或是做勞工權益的APP或是其他相關案 這些勞動相關的全部都是 核心都是勞基法 所以說我們應該要建立一個共同的專案 讓這些專案可以共用同一個韓式庫 然後就可以來 就是可以來互相share一些resource 所以說我想要做的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勞基法裡面 有非常明確規定 然後有判斷條件的東西 把它轉換成韓式庫 然後基本上你是從code 轉code 所以應該有些很多東西都可以做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大概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有很多測試案例 每個案例都長得像這樣 就是譬如說有一個14歲的勞工 然後他沒有國中畢業 然後他沒有主管機關認定 然後在驗證勞基法的身份的時候 他就會講說他違反了第幾條45條 依照第幾條會有怎樣的處罰之類之類之類的 然後這些東西 它是一個測試案例 當專案成程度的時候 它就變成這樣 它就是一個你可以用程式的方法 直接檢查這個人的身份 那這個韓式庫其實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測試案例 第二個是討論跟設計立案 然後第三個才是實作答 那我們現在在第一個 就是撰寫測試案例的部分 所以說 有一些好消息跟壞消息 壞消息是我們還沒有開始寫程式 好消息是我們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不太需要會寫程式的資源 所以我們只需要以下這些人手 第一個想要可以一起來看勞擊法的 那我們已經建立了很多測試案例 但是 這些測試案例 有一些條件沒有 有些條件不足 那有些沒有 涵蓋到所有勞擊法的範圍 然後第二是勞工 我想要知道 大家到底 進入建公司的時候 最想知道的資訊是什麼 或是你要離職的時候 你最想知道的資訊是什麼 第三個是 UX跟UI的設計師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畫面 是我想要 我還是想要做那個勞工權力 但是他還是在一個族行的階段 那我想要利用今天跟各位勞工蒐集的結果 然後來 一起研究一下 假如說我們要做一個這樣的App的話 需要怎樣的UI會是比較好的 好謝謝 謝謝